知相的靈媒 靈媒的咨询 不是佛教徒的羞耻 它只是一种传统的做法 在世界某些地方 人们密求指示 和靈媒的响道 以克服他们无法了解的困扰 寻求靈媒的帮助 有各种方法和理由 例如生病时 当医药显示无效的时候 有些人绝望 就转求另一方式的位置 这个时候靈媒 时常做起了智商 有些人当他们面临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 或者不能够找到一个合意的解决办法的时候 也都会找上灵媒 也都有些人 为了贪得赶快发财 而找上灵媒 有些人相信 当灵媒进入梦幻之境 某种精灵 或者神 鬼 可以借着灵媒通消息 提供指示和响道 给那些寻求帮助的人 另外有些人相信 梦幻梦 梦幻情境 是潜意识圈奔夺主的作用 灵媒在佛教徒中 是相当普通的事情 佛教徒对灵媒的态度 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性 我们很难验证 灵媒传话是真还是假 知相灵媒 并非佛教徒的羞耻 它只是传统上的习惯做法 灵媒咨询 是为了获得世间的物质 佛教 即是为了精神的发展 然而 如果人们相信 灵媒传话是真实的 佛教也没理由反对这种习俗 假设一个真正了解和修持佛法的人 他了解他的困难 或者繁扰的性质 他能够克服他自己的困扰 是不需要任何灵媒的咨询的 他能够克服他自己的困扰 是不需要任何灵媒的咨询的 他能够克服他自己的困扰 是不需要任何灵媒的咨询的